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号仓库 今天来说说鬼灭之刃当中的胆小鬼 上弦之刺半天狗 他拥有栽漫画当中最复杂的邪鬼术 需要斩下多次脖子,最难杀死的能力 让大部分看完的观众一知半解 今天就来详细解说 这个充满日本文化色彩的恶鬼 半天狗 那影片涉及剧透,请斟酌观看 我们立刻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上弦之刺半天狗在还是人类的时候 有着胆小恶劣的性格 非常的贪婪与心胸狭隘 某次在路上惹上了凶神恶煞的人 自己假装成盲人才被放过 由于外表矮小、残弱 使得其他人开始同情他 这样却让他开始假装自己完全看不见 并且滥用其他人对自己的好 开始频繁偷窃财物 甚至是杀了想要揭穿自己其实看得见的人 就当收留他的大人发现此事 他平平说着自己没有错 都是这双手所犯下的过错 就当大人说 那就将双手斩下吧 还是人类的半天狗 竟然还想要杀了 收留他给予衣食的恩人 就在被问斩处死的前一天 被无产给予血液的半天狗 从此之后 卑劣胆小的个性从未改变 不断吃了两百多人的他 成为现在的上弦之士 半天狗 天狗是日本传说的一种妖怪 有着细长的鼻子 与巨大的翅膀 是守护人类平安的存在 但也有不断作恶 产生危害的天狗 毁灭之刃当中 半天狗的半 在日文具有分裂的意思 指的就是半天狗的血鬼术 分裂 另外前任水柱玲珑走进次 所戴着的天狗面具 其实是为了驱邪避凶 也是属于日本文化的一环 与上弦之士半天狗并没有任何关系 接下来来说说 无产对于半天狗的评价 无产认为半天狗 古通 偶尔觉得烦 可能是因为他每次一出现 就在哭哭啼啼 一直说着好可怕之类的话 不过因为百年才一次的上弦聚首 所以还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 就当半天狗接获无产大人的指令 并且由名女传送至断刀村 因为上弦之六被消灭 正在气头上的无产大人 让半天狗害怕的不停发抖 想要赶紧将所有碍眼的人类杀光 讨好无产大人 这时他悄悄闯进了 两名剑士所在的房间当中 因为本来就胆小雀怒的上弦之士 具有能够隐藏鬼的气息与杀气的能力 除非是敏锐的烈鬼人亲眼所见 否则根本无法察觉 这时的半天狗并没有主动袭击烈鬼人 只等待着他们向自己发起进攻 就当被一连串的攻击之下 半天狗的头立刻被砍下 不过这样才能发挥出自己的能力 已经砍下的头瞬间长出分身 这个迅速在空中的鬼影 拿着八角金盘样式的扇子 在日本神话当中 天狗就是拿着八角金盘样式的团扇 降妖除魔 一挥就能产生巨大的风压 是一个能够风云妖怪的珍宝 顺带一提 在台湾随处可见八角金盘的盆栽 是用来观赏的绿叶植物 就当动作迅速的侠助武艺狼 要斩下分裂鬼的头时 却被扇子产生的强风吹飞至战场之外 此时两个鬼现身在炭治郎与迷露的面前 分别为总是相当开心的团扇鬼 可乐 以及随时都在生气的雷杖鬼 激怒 他的杖能释放出远距离的雷电 是最为棘手的半天狗分身 他将眼前的炭治郎麻痹得无法动弹 就在此时 同在断刀村的不死穿玄迷 开枪击中两名鬼的脖子 并且从屋顶跳下 彻底斩下两鬼的头 但此时这两只鬼又再度分裂 总共变成有四只鬼在场 就当炭治郎被具有飞行能力 抱持玩乐心态战斗的音波鬼 空袭 高高抓起时 还被无法防御的超高分贝音波阵晕 即使拿刀挥砍 也会不停再生 不过攻击却有变弱的情况 音波鬼空袭 甚至具备其他能力 高速飞行与利爪 都让炭治郎陷入了苦战 另一边玄迷与迷豆子 对抗三个半天狗分身 长江鬼哀绝使用的是时文制枪 如同字面上的意思 看起来像是中文时的长矛 它能够用武器 产生强大的冲击波刺穿敌人 长江鬼立刻就刺穿 玄迷的腹部 不过拥有特殊能力的玄迷 尽管被攻击要坏 也没有因此受到致命伤 它使用双管散弹枪 将长江鬼爆头 并且立刻要斩下恶鬼再生的头石 却被雷上鬼的弱雷击中 无法动弹 就连身为鬼的迷豆子 也无法抵御弱雷的攻击 就当炭治郎回到战场 它使用鹰波鬼的脚 成功让雷战鬼的电极无法倒电 不过两人一鬼 还是无法战胜四个分身 就当半天狗的分身们 要给予猎狗人最后一集时 恢复身体的迷豆子 救下了炭治郎 就当团扇鬼开心地把房子吹垮后 看见眼前臭小鬼的刀 竟然变成红色 这直接与无产大人恐惧的记忆重叠 突然在烈火当中 三个分身的头迅速被斩下 最后一个长江鬼 却被看似与鬼无异的猎狗人 所砍下 不过只要本体没有被斩下头 四个分身就会不停地再生 这也就是为什么 让许多鬼杀对见识 陷入苦战的原因 这时躲在暗处 如同老鼠般大小的半天狗 真身是雀鬼 它不停害怕与发抖 希望喜怒哀乐能够解决掉 想要杀死自己的坏人 就当日之呼吸的炭治郎 与使用暴血的迷豆子 不停拖住四只恶鬼时 就由学民寻找上弦之四的本体 就当找到鬼的本体 雀鬼要斩下手机时 那轮刀却硬身而断 只好在战斗当中 改由炭治郎斩下恶鬼的头 就当半天狗的本体 被刺射熊熊烈火的刀斩下时 喜怒哀乐瞬间被吸收在一起 成为了肉体更加年轻的孩子 名为增破天 它散发出来的杀气与压力 完全与先前四肢分身的实力 有着天狼之别 这才是上弦之四最强的形态 是由本体 所到越来越多生死虫亡的绝境 就能产生出更强大的血鬼术 分裂 增破天说着 你们想要杀死 害怕逃跑的小小弱者 简直是穷凶恶极的恶人 这时炭治郎大声吼着 你们的气味不只吃了一两百人 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杀害这么多人还装什么受害者 但是眼前的增破天 不仅能够使用喜怒哀乐的能力 更能控制由树木化成的绒 炭治郎一行人只能不停地闪躲 在压倒性力量面前 被困住的他们将要被碾碎时 大范围的斩棘破坏了血鬼术 这丫头却说着 还不把小弥豆子和玄冥君还来 增破天回答说 闭嘴 女流氓 这世界上只有一位大人可以命令我 炼住甘露寺秘离 就算能毫发无伤化解物理攻击 但言语攻击对他来说 却效果绝佳 增破天话一说完 就同时使出激怒与空袭的能力 累积与音波的强力攻击 范围之大无处可躲 但这女人竟然把自己所有的攻击斩断 这也是许久以来 碰上过如此迅速化解自己攻击的猎鬼人 就当转手为攻的炼住 瞬间到自己面前 并要将增破天的头斩下时 因为他只是半天狗的分身 就算砍下也能立即再生 就寸步不移地准备反击 炼住知晓 攻击可能无效后 产生丝毫的犹豫 就被增破天油嘴 指身后的骨 发出强力的声波 准确的击中 不过眼前让增破天痴心的是 直接正面接下攻击的丫头 竟然能保持着肉体 但她丝毫不犹豫 立刻要了结炼住的生命 但却被在旁三个小鬼救了下来 就当增破天使用慕容继续攻击 在寻找本体的炭治郎一行人时 眼前的丫头速度与力量却不断上升 甚至在胸口附近 发现了奇怪的斑纹 自己的攻击丝毫无法碰触到她 明明只是虚虚人类 却让自己束手无策 另一边只能不断逃跑的半天狗 在被灼热的刀砍中脖子后 她化成巨大的恨鬼 口中说着 难道你不觉得我很可怜吗 将要捏碎炭治郎的头时 却被迷豆子的暴血烧伤 以及玄米的怪力扯断双手 最终半天狗掉下了悬崖 因为花了大量的力量 产生侦破天这个强大的分身 就连自己再生的速度都变得缓慢 就当恨鬼看见远处的三名断刀人 他直奔向这些补充体力的来源 但猎鬼人突然从背后将自己的头斩下 不过就算是被斩下头 恨鬼还是没有消失 原来舌头上写着恨的鬼也只是分身 只有找到如同老鼠般大小的雀鬼 才能真正解决半天狗 半天狗本来就是一个只懂逃避 说谎的胆小鬼 只要吼且偷生 就是他存活的意义 这时在日出的阳光下 被灼伤的迷豆子选择牺牲自己 炭治郎了解的迷豆子 做出无私的觉悟之下 他事实也要消灭半天狗 这时额头上的斑纹再次浮现 甚至进入了看清恨鬼 体内的通透世界 原来雀鬼就是半天狗的本体 而他就隐藏在恨鬼的心脏当中 最终探战成功斩下半天狗的头 才让拥有强大战斗力的争破天消失 上前之四半天狗从还是人类时 因为懦弱可以骗取他人的同情心 就开始不断说谎 从善良之人身上得到好处 当被揭穿时 更激发出恶劣的心态 开始杀了所有想要害自己的人 却将所有的责任归咎于自己的双手 自己完全没有任何过错 将自认为无辜的自己 受造成可悲的受害者 始终其一生充满谎言与可悲的鬼 不过半天狗在上前当中 实力几乎是最为棘手的 就当斩下第一个头时 分裂出五只能力不同的恶鬼 分别为团扇鬼可乐 雷战鬼激怒 长枪鬼哀绝 音波鬼空喜 以及如同野鼠般大小的本体雀鬼 就当第二次斩下本体的头时 喜怒哀乐却合成为一体 就算斩下头也不会消失 实力异常强大的增破天 分身的样子也越来越年轻 这都是半天狗身为人类时的样子 在第三次砍下本体的头时 雷战鬼的身体极速增大 变成强而有力 逃跑速度一流的恨鬼 就当斩下恨鬼的头时才发现 雀鬼其实躲在恨鬼的心脏当中 总结来说需要有斑纹 才能与强大战力的增破天战斗 以及刻刀才能斩下雀鬼 坚硬的脖子 最后就是通透世界 才能找到半天狗的本体 上弦之四半天狗与上弦之五一胡 虽然只差了一个排名 实力却天差地远 这就是上弦之中最棘手的鬼 需要多名见识才得以消灭的半天狗 希望这部影片能让大家更了解 上弦之四半天狗 那复杂的分身与战斗画面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